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如今发觉已经进入关键时期 被盗墓分子垂涎的是什么 墓主人究竟是谁 打开棺木后 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 墓主人英年早逝 而且是非正常死亡 专家来到考古现场 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揭开 2016年11月 山西省林坟市 香坟陶寺北 晋国墓地的陶虎发掘工作 进入了攻坚阶段 正在发掘的一号大墓 墓壁和底部堆满了基石 这给经理工作带来了困难 难得的是它没有被盗 然后它这个上面整个盖了一层基石 在这个时候 这个基石一个就是为了防盗 一个就是它一个也是等级的一个标志 基石下面埋藏了怎样的珍宝 考古队员们开始着手清理基石 位于它北侧的另外两座墓葬 开始进行最后的发掘 今天将对三号墓内的人骨 进行清理和提取 这是此次发掘中最小的墓葬 墓深不到三米 梁宁宁是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专业的再读学生 她将通过墓葬中的骨骼特征 来了解墓主人的生前情况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尸骨 他是谁 我们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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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是啥样 不是人骨就是他身上的那个骨砸之类的玩意儿 我也觉得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 一号墓终于可以开始继续发掘 为了保护墓底的人骨和器物不受损害 考古队采取了保护措施 哦 新闻 一场大风吹走延日的阴霾 今天将清理一号墓北侧的二号墓 它规模稍小 先不 我不是整个弄弄的 诶 我一年早上我妈同种的发觉 等人打开盖以后还有糊涂糊涂的 还有肉片 还有肉片 诶 这次打个门戏外外 上锅出来 打开的 那张师傅 那完了就不行了 马上就不行了 你就是跟他跑了 耳朵都照尊了 铜锡站在盖子上面的画面还爆成天火 这是铜锅特别薄 长时间压碎了 你看 现在能发现的能确定气形的有顶三件 三件顶 一件铜斗 这个应该也是铜斗 剩下的气形还不能确定 还有两件顶没有清理出来 现在能知道的顶总共是五件 要过筛呢 你单纯放一堆 木中的铜锅气气壁很薄 在压力的作用下 损毁严重 考古队员们心中开始忐忑 上面堆满积石的一号大墓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考古队长要统筹管理考古的各个环节 料浆 对 这个土就是一堆一堆的 要不闹乱 田野考古 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劳动 还有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 那就是石刻堤防 盗墓分子的清醒 这一次的巡逻 有没有遇上什么特别的情况 各书的情况 有没有盗墓的嫌疑人 没有 白天几乎就没有 白天除了以后 有人都没干活 晚上巡逻四次 夜朝 夜朝四次 多朝清 到了关键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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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而是无数简单重复劳动的大量积累 这些看似寻常的破碎青铜器 随便一件在国际市场上都价格不菲 对考古来说 其中的任何一个碎片都可能会填补中国历史上的某段空白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考古队员们每天从墓底上来的时候也是考古工地最美的时刻 崔俊俊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 如今已经是考古队的中间力量 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 陶寺遗址的日出非常美丽 太阳从塔尔山上升起 这样的日出 想必见证了瑶都的繁华与衰落 也伴随了晋国的兴起与衰亡 在塔尔山的那一头 是晋国的早期都城屈卧 香坟距离屈卧不过三十千米的路程 但是西周开始时期 这里并不属于晋国 目定的是从两周之际开始的 所以在两周之际的时候 说明晋国的疆域已经往北 已经跨过了塔尔山 它的疆域已经到了香坟这一块地方 但是估计它的疆域 被迫的疆域不会很大 因为这个时候 甲国和红铜的阳国都还存在 史书上没有记载的谜题 往往在不经意间被破解 二号墓的发掘仍在继续 今天将揭开棺果化成的泥土 目睹二号墓墓主人的真容 就是这种彩绘 就是这种彩绘 类似于矿物原料那种彩绘 是吧 像盖子那种东西 非常明显 这层黄的 黄的那种 这个盖板 关一下这个盖板 南北向的这么一层板 然后把这层发黄的 结掉下面 解开棺果化成的泥土 下面就是木组人的尸骨 它是否完好 人骨胎已经全部是熟掉了 上面稍微一种力 稍微一用力 它连那个整一块就掉下去 所以这个盆有的 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 它的这个绥葬品 主要是集中在 它的头的北边 棺果之间头的北边 目前还没有发现 从这边 它的南边来看 应该有乐器 所以呢 这也就是证实了 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 它是一个女性 它确实是和15年 那个木一 它们就是夫妻 是一对夫妻 一号大型基石墓葬 目的器物 帮我这是什么 他可以用其他截装 在这边 该可以用又最高的 判断 一个搅拌 一些截散 还可以用 它们叫去 优优独播放 在这边 我没有 我 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专探的结果呢 它的东边还有一座木 所以从它这个木葬的位置上来说 我们判断啊 它可能是个男性 但是具体的我们还要根据它的水葬品 来确证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 青铜的冶炼技术大幅提高 1965年的考古发掘中 月王勾剑剑横空出世 让人们见识了2000多年前的冰箱 这些木葬一定会有箭随葬 拥有先进青铜铸造工艺的静国的箭 品相如何 是否锋利 2016年12月 山西香坟陶寺北墓地的陶骨发掘正在进行 两个较小的木葬发掘基本完成 其中的二号木葬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和鱼器 如今一号大型基石木葬也将马上揭开神秘面上 考古队员们会发掘出什么奇珍异宝 一距穿越了2000多年时光的古牌 向我们知识什么秘密 他们11点多俊俊给我打电话说是下雨了 说是以前那个塑料布有几个洞 然后他们11点把人家的小班部的门叫开 然后才买的这个大点的塑料布厚一点 这个没有问题没有漏水 晚上盖完就12点多了 下雨下都晚 在一号木的一角 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完整的器具 因为偏安易于他们躲过了石头的解压 穿越千年的时光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它这个颈部呢是属于鸟咸蛇纹 这是个鸟 然后这是这是蛇 然后它的腹部呢 这就是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 这边呢还缠绕了两条龙 这种纹饰呢 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 这精品 确实精品 真气派 一大早 崔俊俊和同事们就来到了 位于工地西南三千米处的陶寺遗址 古人依靠它来知晓节气 指导龙石 它大约建于五千年前 冬至那天 从第二条石柱霞凤中 可以观测到出生的太阳 观像台都设在国家的都城附近 它为何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地呢 陶寺遗址 也是专家们认定的瑶东 曾经是华夏民族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 能够在这里迎见 如此大规模家族墓地的人 生前有过怎样的故事 在这沉睡了几千年的墓葬中 我们会发现什么惊世奇宝呢 一场润雪不弃而至 这场雪给考古队员们增加了大量工作 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因为像这种塑料布 我们如果这个雪不及时清理的话 它天晴了以后它化成水 可能这个底下是绳子 可能重量它就承受不住 它会压塌 所以我们及时得把这个雪清理掉 一场雪使得墓下更加阴冷潮湿 盘起来的一个蛇吧还是龙吧还是 这种原始 应该是蛇盘蛇 是蛇 蛇吧就是蛇吧 盘了一圈然后它头在上 估计人家以前也有才没煮一火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 嗯 这个墓的很多源和蛇有关系 这应该是镂空的 这就是那种镂空的攀蛇纹 就是蛇头小蛇头 然后攀起来 就提醒来不知道叫什么 那清理图 你刚才没有发现武器和工具 我没有 残留的漆木器图案 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它们就像一把钥匙 让我们得以窥见 两千年前 晋国贵族的多彩生活 在北方墓葬中 漆木器很少能够保存下来 但是从这次发掘的图案花纹推断 下葬时的漆木器一定非常漂亮 就它是那边 它是饼桶里面含的一种 就加的一种胶 就是加物贼 这是镜片没看 惊喜啊 哇 哇 这边那个漆器面积挺大的 哦 我看骑冰这边这个石杏上也有 这都是直线纹 它是不是一个单元 就是这种样子 嗯 哦 这个漆器和这些这个中庆在一块 就应该是它这个架子上的 这边呢还有金箔 可见当时这个架子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全是手画成的 哦 这看它每一条线它那个都是 不是说硬 全是手画的 骑冰就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想挖出兵器 想发现兵器 想清除兵器 刚开始我们都认为它是座男性墓 结果发觉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发现 男性墓里边常见的武器和工具 所以呢 看来这只能是一座女性墓 如果墓主人是位女性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她为什么会被这样厚葬 她的丈夫葬在哪里 只要看什么 江师妹也喝点 你也在库里边少喝点 都少喝点 这么不然 今天准备不满了 因为现在这个 结果你看他生了不好 但是我们那个 这吃的气味 对 来 吃时间 都有 镬头 吃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十二月,山西香坟陶寺北晋国墓地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 规模较小的两座墓葬发掘已经基本结束 其中的二号墓出土了不少青铜器 一号大型墓葬器物正在清理 这里还会出出什么奇珍异宝 墓中师与众不同 专家来到考古现场 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揭开 2017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了香坟陶寺北考古工地上 为了将二号墓中的器物早些提取到安全的地方 今天考古队员们放弃了元旦假期 墓下温度超低 出土器物被提取出来 进行研究和保 在这个位置 随着时间的推进 一号大墓的发掘也进入了尾声 它的器物保存状况要明显好于二号墓 墓主人的骨牌可曾保存了下来 不错 不错不错 这边听着又有意思 关盖板下面是红的 关盖板是黑的 人上面就是人身上穿的这个衣服 或者上面又少了这些珠沙 打开关盖板 考古队员把浴室从泥土中剥离出来 虽然被尘封了两千年 但一经发现 就散发出它特有的光芒 这是两个烟玉红 这是一个窗石 这是码闹管 这应该是从里面穿过来的一个窗石 下面就发现有这个 应该是布纹 就应该是墓主人身上穿的衣服之类的 有多层吧 可能应该有 应该有好几层 现在能看见的有 大概有三四层 因为它这个纹理不一样 你看这个这种的 这个纹理粗一点 风格 这种的就细一点 这个纹理很细很细 这都是那个 浸水以后的淤泥 有了淤泥以后 它可能有一些布纹 才能附着在这个淤泥之上 才能保存下来 下葬时 墓主人被美玉和层层华服环绕包裹 两千年的时光过去 华服仍然留下了痕迹 墓主人的尸骨是否也会有迹可循 这样一个 这个我也要不可以 菜包好多去 看看 虽然已经残缺不全 但墓主人尸骨的发现 还是让大家惊喜 土里边的一些什么微生物啊 一些什么 什么PH值啊 什么酸碱度啊 都对这个 还有这个湿度太大了 都对这个人骨有腐蚀作用 所以这个所以难能可贵 它能保存下来 主要是有这层石头 不光是上面盖了一层石头 主要是底下垫的这层石头 梁涛是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博士 他尊臣赶来 对一号大墓中的人骨进行分析鉴定 墓主人是不是我们推测的女性呢 头骨完全碎 然后喷骨那块 那尺骨好像也不存在了 然后喷它起来比较困难 30岁左右那样 看它这个 宫骨的远端 远端壳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它的上置应该偏纤细一点 发现这块不是正常的那种形态 一般这两块是两个框骨 下边是一个底骨的 底骨它的特征特别明显 它这个看着就像一个 那个人颅骨上面那个骨片 然后又特别薄 能看出来又特别小 然后这块就有小的像是小长骨一样的东西 但是盖在可能盖在下面那个底骨上面 然后底骨就露出来 它右侧这一片 所以就感觉这块应该是 应该是有个其他的东西 没有说见过哪个木 它这地放个小洞上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它放也不会放在这个 它又位于这个人的腹部 所以这次然而然就想到 有可能会是一个胎儿 小植骨又特别细碎 特别多 一位怀孕的女子 因何芳华早逝 人们对她的死因展开了种种猜想 这具尸骨将被迁移到实验室 做进一步研究 一大早 考古队员们就来到了工地 今天将对一号大幕中的文物进行提取 浴室按照出土的位置 固定在泡沫板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人把大好的青春都放到这里面了 你看他们那个工作 他们趴着在那干活 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很繁琐 很枯燥的一种工作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神圣的 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 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中 也一直静静流淌在我们脚下的土地里 等待着后人们的探索与发现